委托书怎么写 委托书是委托他人代表自己行使自己合法权益 并且委托人在行使权利时需出具委托人的法律文书 那么委托书怎么写呢 首先要写委托人的姓名、性别及有效身份证号码 其次要写被委托人的姓名、性别及有效身份证号码 然后写委托人因为什么情况不能办理什么事宜将委托被委托人办理 落款处要记得著名委托书的有效日期 最后写上委托人签名以及写委托书的日期 如果被委托人做出为法律的任何行为 委托人有权终止委托协议 在委托人的委托书上的合法权以内 被委托人行使的全部职责和责任都将由委托人承担 被委托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